主席 主席我们是不是请教育部长 讲部长 委员你好 这个我今天要来跟这个部长救教的主题 是这个 这个嘉义区高中免试入学名额分配 这个教育部中办 惹民怨 那我是实在不想说我们教育部惹民怨 所以刻意讲说教育部中办惹民怨 谢谢吴委员 不过我想中办就是教育部的一环 就是也只指教育部 不过我想愿意跟您在这个事情上沟通 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免试入学委员会 它里面的组成 是由哪些人所组成的 免试入学委员会 我想在各个区 他们应该是由高中的校长 我知道如果就以嘉义区的话 国中校长 然后再加教师 然后家长代表 在嘉义区高中的这个召集人 好像是加商还是加职的庄校长 作为这个嘉义区的这个 免试入学招生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这我发现到啊 这个 有一些 县市啊 这种招生入学委员会啊 或者是 免试入学招生委员会 有些是县市 一起 合并的 嘉义区就是 嘉义区就是 那么 那么当然有北北基好像也是吧 对 如果 遇到 县市长 不同党籍 有不同的民意压力的时候 我感觉上 这个问题好像是就 由这个东西所演变产生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免试入学或者 这些应该跟这个 执政党或者在党之间 应该其实是 应该有关系的啦 应该他就有一个适当的规范 就根据这个规范去分配民额 那 我知道当这次家女的这些民额的分配啊 其实有蛮多的这个转折啦 那这些转折也造成了 其实 确实对 对 对于嘉义市这边也许也造成冲击啊 那如果 如果委员要详细的谈 我也可以把我了解的整个过程啊 来龙去脉啊 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程序 招生简章发行后 里面的民额 能不能变更 招生 如果这个 我觉得其实我们对于招生简章啊 应该都定一些相关规范的条款 应该更清楚 就是说 核定以后 在核定之前 应该是不是有可以提申诉 或者提不同意见 处理完 理论上 我希望看到未来 招生简章都已经核定了 除非有程序正义的违缓 或者说有实际违缓规定 如果没有违缓规定 他不应该再做更正 他就应该 家义区的免事入学招生 就是公告简章之后 简章发行之后 29号公告以后 然后又做了改变 产生的改变 让学生的家长 对 让各个国中 在整个作业上 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 非常大的困扰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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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啊 对 让家义区的 国中的校长 很多的家长 产生了非常大的反感 郭委员 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的这个作为啊 我想其实未来应该当作是一个 我们应该也检讨啦 未来也应该借尽 就是说 其实应该在一开头都规范的非常清楚 不过这一次我想 因为名额的分配啊 一开头我们的招生 我们的招生规范上面是说 德依据各个班级 这个家义士或家义县的班级或总人数啊 来做来做分配 可是家女我想 因为看到德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刚开头的决定是每个国中给一名 然后剩下的名额 他在用这个过去进入 他的家女的这些国中的比例啊 去分那些名额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确实造成了家义师跟家义县的 不是完全照比例分 那提出家义县提出异议以后呢 我想委员会也根据他们的职长 开会去做讨论 也做出了决定 后来家女决定要调整 这样子调整的过程 那从我来看 其实如果用德的那个角度来看 不必然一定要尊 如果是因 那就一定要照做 所以原来的作为到底有没有这个 有违反规范 其实是可以商榷的 可是我想后来家女也做了改变的调整的 的决定 然后委员会后来也认可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嘉义师这时候又提出了这个意义嘛 他们也经过相当的 相同的程序 in due process 程序任意还是一定要顾 也做了一些处理啊 那当然最后 最后的决定是用外加 这些增加的名额用外加 可是外加的名额当然也不见得满足了嘉义市的思考了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我的角度来看 确实是未来我会特别折成他们 所有的规范清清楚楚 一开头这个应该把事情讲清楚 如果原来并没有违反规范 你其实就不应该再通过委员会去改变 除非是违反规定的啊 这个是 所以整个过程如果造成了这一个嘉义市嘉义县 我想都受到冲击啊 从我的从我来看 我觉得我必须对这件事情 我有我有一定的责任啊 我们也会未来检讨 让这样的事情啊 不会再持续的发生 这种啊 这个议题在我们云家版的啊 这个新闻炒作非常多天啊 我想包括张花冠县长 包括黄敏惠市长 对 都很难做 最后都变成是一个政治的议题 就是招生名额的分配 其实完全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该怎么做怎么做 可是呢 我想这一部分我也会特别折成 因为有这一次这样子一个互动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是 其实是并不理想啦 可是 我最后当也尊重了委员会 他这个 免事入学的招生这个相关的委员会 做的决定啊 如果他最后的决定 其实是也是家女座的提的建议 然后中办这边也予以协助以后 做出最后的这个建议 我想我予以尊重啦 就是说 那如果有任何的相关的责任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修改 是根据班级人数吗 我看到法规里面说 法规是得根据班级或者学生人数 就是你有多少班 或你有多少学生人数 按那个比例来分配 给嘉育市跟嘉育县 可是呢 嘉育高中是照这个方式做的 嘉育女中呢 就照了去年 有点去年的做法 就看各个国中 到底有多少学生考进嘉育女中 照那个考进去的那个比例 再来分配 这个感觉上没有什么章法 嘉育女中 嘉育高中 我看那个东石 东石高中啊 根本都 没有按照比例来分配 他们 其实嘉育高中是 我的了解是照 照这个学生人数啦 或班级数 做了分配 用得的这个 可是我也同意 得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规范 那嘉育女中 原作为 他是用前一年的做法 跟新的做法 好像有一点 加总的做法 那可是后来 透过因为 嘉育县提出议议以后 委员会也开会嘛 那嘉育也做了调整嘛 所以我想我的了解是这样子 那东石高中 对 嘉育市分配到十个 嘉育县分配到一百零九个 这个有福比例吗 这个东石是不是 东石 呃 这部分就看他们用得嘛 因为所以我刚刚讲了 用得的这个角度 德与不得由谁决定 德与不得 其实应该是由 由学校来依据规范来做 来做处理 然后把这个结果 报请这一个委员会 这个免事物学的招生的委员会 然后这个都核定以后 如果诚意上没有问题 报中部 最后来做最后的这个核定 我想程序是这样 蒋部长 你在推这个十二年国教啊 这个育肯定了 非常用心了 谢谢 但是有这个 我就有发现到 有嘉义的乡亲来做反应啊 这家长啊 我才对这个议题啊 进行研究了 那我会发现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啊 但这个是 这个案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其他县市有 但是呢 发生在嘉义县市呢 就特别妙啊 我去仔细看了 单一县市的 这没问题 跨县市的 北北基 哎 这个是 同一执政 同一执政党执政啊 桃园啊 去 这个 竹苗区 没问题 中投区 台东市跟南投县 没问题 嘉义区 不同党的 这个啊 可能 必须要很仔细的来 所以我说这一部分啊 我会更 更积极的去 跟我们 主事的同仁啊 去 未来一定要规范的 非常清楚 当你规范清楚以后 就不会有 留下这一个 还可以有 其他的操作的空间 这个是我想我们 一定 谢谢您这个提醒了 我也会深自检讨 让这一部分 其实未来一定是 基本是 不能让它再发生了 我还要做最后一点提醒 谢谢 招征显章 已经发行之后啊 名额 就不要再变了 对 以后不能再变了 我们的作为 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对 不管是哪一个 县市首长 或是高中的校长 国中校长 都造成莫大困扰 我们后来 所以后来 我们的决定用外加嘛 就是说 至少让已经给的 这两县市的名额 已经确定以后 用一个外加的方式 也让这个冲击 捡到最小 不过 补救的方法 还是有很多人不满意的 对 我知道 我也了解了 所以说 也谢谢您的提醒 谢谢